又來到惡作小平 我是TD叔 我們今期的受害者是去到韓國市場 今集後會看看一套如何將原作施殺列車 凌辱得體無原夫的電影 施殺半島 基於第一集的成功 他們就想將整部電影的規模放得更大 原本發生在列車上的故事 變成一個南韓半島那麼大 結果原本是一套講人性的殭屍片 就變成一套由MAX和狂野時速 放在攪罐機上混在一起炸汁而成的混合物體 物理成份還達到三弟弟那麼高 還記得第一集的大兔婆和小女孩 又死老爸又死老公 死了一輩子的人 終於可以去到釜山求泉 怎知這一集一開始就跟你說 你之前不是說釜山是韓國的最後希望嗎 沒有啊 其實我是欺騙你的 整個韓國是沒有一個地方安全的 到頭來大兔婆和妹妹都死了 你們觀眾之前還為他們哭得那麼淒涼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來個全新的故事吧 所以它跟上集是毫無關聯 故事一開始就說到主角一群人要搭船同手南航 怎知發現 救命啊 我們有十九幾十個人可以對付一隻殭屍 我都不知道在這裡驚訝什麼 關鍵在哪裡啊 不知道啊 可能導演叫走了他 其實我不太明白 這件事比武漢肺炎更糟糕 他們這樣都不弄個檢疫站檢查一下 就這樣被人出境的 你看看 這麼大群人在這裡什麼都不做 只是看著那些難民怎樣上船 電人工真的容易握啊 然後主角就用兩顆子彈打爆了一隻殭屍的頭 出發都很精準 我還以為他可以進去一槍一劍 誰知道下一刻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用了十顆子彈都打不到頭 究竟你是不是軍人來的 然後他姐姐就這樣撞你犧牲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失去的 嗚嗚嗚嗚 我不怪你的 最少都是導演過低了你的刺激能力 嗚嗚嗚嗚 所以主角就跟他的朋友逃亡來到香港了 都生活了好幾年 等等 為什麼又是香港呢 不要緊 這次不是Michael Bay做領隊 我心也很頂 那幫人 是韓國老嗎 好啦 但我沒有說過 他是不是在說老闆娘 那幫人 老闆娘 是韓國老嗎 不是韓國老嗎 這麼大個馬甩好凍 你還認錯她是女人嗎 好像她們有蘋果 好像她們有蘋果 都可以嗎 其實請回廣東話配音員 是不是真的很貴呢 那些成本 不過又有什麼所謂 香港市場這麼小 全球有多少個觀眾聽得明白 英文講得正還不行 好 原來他們連英文配音都不請 然後故事就說到他們為了賺錢 和香港黑幫人合作 偷偷地回到南航 拿完這輛貨車上的一大堆錢 然後這群經歷過殭屍戰役的人 他們看到裡面這麼大的殭屍 都正正在 都不檢查她死了沒有 還要毫無戒心直接開門進去 真的是那裡來的自信 啊啊啊啊 為什麼 啊啊啊啊啊 救命 他們這個姿勢都維持了十秒鐘 這隻薑屍是什麼人都咬不到的 真是神跡 然後一大群薑就衝上來 然後就出現了這個角色 誒 妹妹仔 你都蠻熟面 莫非你就是第一集的那個小女兒 大個女兒了 還有另一個小女兒 莫非你就是第一集大妻婆生出來的女兒 看到牠我堂高興了一會 我當時還以為這集的故事是跟第一集有連貫的 原來妹妹仔他們還沒死 然後主角跟他們回家 我還很期待他們見到第一集那個大妻婆 怎知道出來的呢 是這位阿姨啊 怎麼啊你 原來牠們是新角色 為什麼大家的設定能這麼像呢 又是一個小女女 又是一個主婦 真是令人有無限的遐想啊 導演 為什麼你要給我一個這麼美好的假象呢? 算了 我也是當外編這樣看 然後男主角才醒來 哦 原來她就是我四年前見過連五秒鐘都沒有的阿姨 對咯 一定認得出啦 你看這兩個樣子 相似度有沒有五個百分比 你又不是不知道所有韓國女人都整容整得那麼像 你擺添少女時代在我面前 我都全部以為是這位阿姨來的 唉 九本千歎了 大叔 你認人都真的有一手 你真的可以考慮加入我們香港警隊 然後幫忙認下這班那麼久都沒抓到的人 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這位妹妹的駕駛技術 先別說為什麼這車撞了十九幾十八隻殭屍 車殼連粒都不粒下 我比較好奇想知道的是 為什麼她那手車是可以比唐文治更厲害的? 人家阿托海都說每天要在同一條山路送豆腐才練得出一艘漂亮的車 但這條女兒呢 她是憑什麼練得那麼絕食的駕駛技術回來的? 在每日世界何來有空檔時間給她練車呢? 相信如果找托海和這位妹妹載車 她是連車尾燈都看不到 如果在現實世界沒有一把車給她炒的話 我相信也沒可能訂到這個彎 然後阿姨一家人就信了這個剛剛才認識的男主角 跟她合作找一部貨車回來給香港的黑幫 那他們就可以借機搭船逃離南航 但現在那部貨車在哪裡呢? 就是被這班Mad Max瘋子撤走了 正當他們在玩營獄困獸鬥的時候 主角就自己一個人殺進去 哎呀!有入侵者啊! 我們的槍呢? 不知道啊! 不是隨身帶著的嗎? 別問我啊! 導演收藏了啊! 不管了!快點拿回 結果這部戲搞得主角殺人還殺得多過薑絲 不過不知道還以為這是John Wick的其中一幕 是啊!主角的槍法又精準了 之前射十發都不中一個頭 現在你跟我一槍一劍 奧斯卡最佳飛躍進部長還不是你拿? 然後阿姨和主角就好成功地撤走那部貨車 Mad Max瘋子就隨後追上 然後整部戲最瘋子的地方就開始了 也是我最想說的地方 大家可以見證到超越愛因斯坦和霍金的物理學理論 嘻嘻 經過上一集之後 我想觀眾應該都好期待更加刺激的戰鬥場面 就加一堆斜追逐的打鬥吧 但是導演啊 我想觀眾是沒有遇過會在薑絲片看到這些Mad Max的場面 讓我先加上狂野時速的物理學進去 那些鬼佬最喜歡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進軍世界市場啦 所以這個又像Mad Max 又像狂野時速的追逐場面就誕生了 我看到這一刻當堂呆了 心想 究竟這套是不是薑絲片來的? 哈哈 不過都不要緊啦 反正我個人都很喜歡Mad Max 看看戰鬥場面都不錯 誰知 他的物理學的境界還超越狂野時速 第一件事我不是很明白的 就是為什麼這位阿伯明明有這麼大的槍栽在手 但從頭到尾他都沒有開過一槍 在追逐的中途上 鏡頭還要特意拍一下他磨兩下把槍 讓他們好像刻意營造到這把就是傳說中的善良之槍 就算到了危機關頭 我死都不開啊 吹咩 接著這裡才瘋了 在沒有彎的窄巷底下 妹妹仔細可以令到車旋轉45度角 直線飄移 都不炒車 或者你們看得不清楚 不如我用3D動畫模擬一次整件事是怎樣發生 自拍來這一幕 我還沒說都想笑 嘩 厲害了 厲害了 是我看過這麼多電影之中最不可思議的景象 在上帝創造世界的時候 神說要有光 於是世界就有了光 而在這個時刻中 Mad Max瘋狂說要有光 便有光了 突然 不說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以為是日出 其實只是Mad Max瘋狂開了幾盞燈 你試下找一個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人看這一幕 你問一下他覺得這打光的來源是什麼 相信全部都以為是太陽 究竟是何等的物理技術 可以弄成燈像太陽那麼溫暖 太陽出來的 令我有些衝動想很乾脆 然後找成哥合作 在深夜時分上獅子山頂開著燈殘著全港的市民 從此香港永遠就不會再有夜晚了 打死整天工啦你們 不用睡了 做事啦 但這盞燈那麼強烈都不是令人最震驚的地方 最不可思議的是 我們的主角竟然是可以連黑超都不帶 直接用失眼直視這個那麼強烈的太陽 在手都震起來的情況下 他瞄準不夠三秒鐘 就一下射穿了太陽 還要正中紅心 看來他射十槍都不中頭的槍法 又進升到另一個境界了 我完全不明白他如何在這團光裡面找到太陽中心 這個情節真是更精彩過後藝射太陽的故事 哇好厲害呀 將來記得跟你們的子孫說這個故事 但這個不可思議的事件都只是冰山一角 超自然現象事件陸續有來 前一刻明明妹妹的車子就在她們前面 但換了鏡頭不夠三秒鐘之後呢 咦 去了哪裡呀 所以導演令到這車消失三秒鐘 是不是就是為了這一幕發生 好啦妹妹的開車技術這麼厲害 這一切又怎會解釋不到呀 讓我又用3D動畫講解一下 假設這輛綠色車就是藍珠的貨汽車 而藍色車就是妹妹的車 妹妹一定是看到前面有殭屍在 所以才故意殺停車 然後在一秒內加速到時速500公里撞開它 所以我們剛才看不到這輛車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很難接受這應該 但這些不可思議事件還不是完 在阿姨開車的亡命奔徒的時候呢 哎呀糟糕 有一輛車在前面頂住我們呀 發起這輛貨車已經在全速行駛中 我唯有再加速撞開它啦 真是聰明呀 讓我再踩油先 哇 光理老娘這樣都可以呀 可以在全速行駛中的車再度加速 你們還不是玩萬利奧賽車 吃了蒙古還是怎樣呀 還是之前阿姨其實是沒有全速行駛過的 所以她才可以在這一刻踩油加速撞開別人 喂 大姐 即是後面有那麼大群人追殺我們 你一直都沒有踩進油加速呀 哎呀 Sorry 女人開車是這樣的啦 但沒有踩進油也不是重點 最大問題是他們竟然在這個緊急關頭停車幾秒 哎呀 原來後面真的有那麼多人追我們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原來後面真的有那麼多人追我們呀 讓我再用幾秒鐘看看 死婆婆 你還不開車 有什麼好忙呀 含家富貴啦 雖然我上集跟大家說不要坐女人開的車就是這樣 不過又有什麼所謂呀 他們停了車足足9秒 那些神線佬就好像跟著他們一起停車那樣 沒有追上來呀 你看他們的車距相差都不夠50米 究竟這9秒中他們是在做什麼的呢 OK 又來到百萬富翁一百萬的題目 為什麼那些 Mad Max 神線佬沒有追上來呢 A 他們在剎阿姨 B 阿姨懂得用斬蛙烈躲 C 焦太陽太重 D 那些神線佬真的瘋了 你確定吧 答錯了呀 是C呀 太陽是有1.989E30公斤的 雖然我不知道E字有多重 他們要背著這樣的東西在這裡 當然是走不動啦 好啦 大家還頂不頂得信呀 OK嘛 怎麼說你學知識 吸收到嘛 更近的東西就要來囉 你看這個毛妹仔 後面有這麼大的太陽殘忍了 她也不太看得清楚這條路要帶夜視鏡望下的 這麼小就有車光眼真是可憐 然後這幕就出現了 原來這輛車是用美國盾做的 之前明明這麼大輛貨車撞到幾隻殭屍都停下了 現在這輛小車子是可以不斷飄移 就堆到屍屍整座山那麼高 那些物理學的意境呢 已經昇華到不加索的境界了 凡夫俗子真是不可以理解 但這個物理學是因人而異的 哼 前面有一堆殭屍呀? 等我好像個妹妹仔那麼衝過去 她得我怎會不行呀? 哎呀 為什麼呢? 公平嗎? 對呀 這個物理學真的好不公平 前一刻的殭屍就好像骨牌那麼容易撞散 這一刻就好像整個石屍牆那麼硬 然後這兩人就坐定定在這裡 得正正在 看著殭屍怎麼爬上車都不到車走人 他們的智商低度感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可以生存到那麼久都還沒死 好啦 接著故事就說到他們終於來到海港會合香港黑幫了 可以搭船走人啦 哎呀 幫你唱終於都會爆啦 物理學正常回啦 好啦 死剩最後一個瘋子在威脅妹妹仔 而伯伯就在正他後面 還記得伯伯有隻善良之槍嗎? 還不是等到現在這一刻才來湧 原來劇組是有這樣的安排的 我還怪錯了他們 伯伯 連不開槍都拿去丟他啦 還不偷襲他? 誰知 他們選擇了跟小女兒開搖控車撞他 呀 屎了你 咦? 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根據這部電影的物理學設定 我還以為可以撞車撞倒他 哎呀 死了 黃了黃了 好啦 還站得那麼窗? 哎呀 然後瘋子佬就大開殺戒 你竟然找遙控車撞我 我給你們幾秒時間想想 你覺得他這支槍這樣的角度 是可以打中阿姨身體上的哪一個部位呢? OK 今集大放鬆 是有兩題百萬富翁一百萬的題目 到底粒子彈是會射中阿姨身體上的哪個部位呢? A 腿部 B 胸部 C 頭部 C 頭部 D 他打不中 你確定吧 答錯了 是A腿部 哎呀 這部電影的物理學真的很難捉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粒子彈可能灌了完 遙控得太快了 然後剛剛用一槍打發了太陽的男主角 現在走到這麼遲 射了十幾二十槍都打不中的那些人 這一刻我跟男主角的樣子是一模一樣 完全是難以自信 然後那瘋子彈就很成功地上了香港黑幫格說 然後又被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原來韓國人都以為我們香港人是用簡體字的 糟了 我們真的很可悲 又不是那個人 又不是那個人 究竟要他多少次 究竟要換多少次 然後不出我所料 這個是一個世紀大騙局 開了9槍 我想他都死了 是不是 嘻嘻 我還沒死的 廿事吧你們 你別問我為什麼一輛貨車進來這麼久 都沒有人關門 所以原來香港黑幫的智障程度 是跟那些神經病有得廢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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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鏡頭照影回來主角這邊 之前阿伯不是經常在找無視電求救嗎 他們等了這麼多年都沒有回應 剛巧就是現在這一刻有人來救他們呀 那機率比你們更低 答到我的百萬富翁題目 所以這班人做那麼多事其實是為了些什麼呢 他們原本只要在家裡吐多一兩人 就會有這架直升機來救他們 阿伯 你真的死得很冤枉呀 而你以為男主角打爆太陽的槍法已經是很神準 真正的王牌射手其實是阿姨呀 你看看他 直線對著主角和兩個女的情況下 是可以毫無顧慮地射出六發子彈 然後中六個頭 你們這家人的DNA真的很優越呀 可以在末日世界的情況下 又練槍法又練車 又門外巷都練成絕世高手 相信出道世外是沒什麼可以難倒你們的 然後這班終極好人冒著生命危險 來救他們的軍隊 落機來救他們啦 誰知第一時間竟然是被姆妹仔用槍指著頭呀 快點救我阿媽 如果不是就攬炒吧 蛤 我老遠拼了條命來救你們 你發現想殺了我呀 然後被一大羹屍圍著 還欠煩她的阿姨 借測北了 最後主角還要很有型的慢慢走進直線機的時候 還要回向前再看落 好似很不捨得姜絲 如果我玩一點功夫 如果見到這些瘋狂的隊友,我第一時間就射死他了 所以整部電影就完結了 總括來說,這部電影的動作場面我是覺得做多了 其實《施殺列車》的成功,並不在於CG特效和那些動作場面 不明為今集他們要投放所有資源去這兩樣東西 只是想模仿陀里活動作晚片 但又沒有這樣的成本,CG特效又弄得那麼尷尬 打鬥場面和MAX差天共地,物理水平更堅離地國狂野時速 讓一些不應存在的動作場面 最強迷掉到這個匠絲範片中 就自己叫我不是看新化癡機 又來到評分的時候 我多給五星星同械 看完之後,你除了可以學到很多高水平的物理知識之外 亦可以學得更多人生大道理 第一,成年女人駕車不要坐,要坐小女兒駕車 第二,就是好人沒有好報 你去救人隨時被你救那個人打爆頭都不知道什麼事 配合我們上集廢塵老闆教識了我們的人生大獨利 包你成為人生大贏家 一個月之內你上不到車的話你回來找我 OK,我們今集是這麼多 有什麼神奇的物理學我會講漏了 不妨在下面留言吧 我們遲些再見,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